今天要广告时间 四位来宾在热烈讨论 到底刚刚金城大哥 金城大哥请上来 未来大盘的规划 指叠的讯号 不是一就是二 有人说是这个 有人说是这个 不过金城大哥的故事 要来讲这个 为什么一定要凹动量 不能把量给逼出来 逼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从这个看TDR 你就知道逼不出来 现在大家在买股票买到疯了 赔钱也不想卖 现在很多新手就这样 他认为赔钱不想卖 他对台湾充满了信心 即使融资 他也是拿钱去补 现在有点这样 那有点这样 你没有发现 美国股市大跌的时候 我们好像没反应 有点麻痹了 这段话怎么跟昨天的 那个我们玉衡讲的一样 量缩 你说价跌量缩是好事情 吸收 可是某种程度 就是金城大哥跟昨天 玉衡提醒大家的 小心哦 那也代表着 多方做多的被套牢了 赔钱了 我不想卖 不想卖 所以量才会缩掉 那如果再大跌 他总会卖吧 如果不是融资 杀融资的话 就也不会卖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现在的新手好有钱 你没发现 现在新手很多你的粉丝 都很 都很 因为台肥股市不是泡很多人 他并不是 他是因为轮动太快 之前大家都跟你讲说 你卖一张高价股 买一张低价股 可以买几张 所以全部买低价个股 那就延伸到 金城大哥说 那低价个股 你要叫他断头 断到哪里去 所以这个方量杀不出来 所以就很麻烦了 那终究我们要等到这一天 量急凍才会看到止跌 对不对 对 你给判断 好 那贵买呢 贵买有没有点曙光 贵买的这个部分 我们看 他的均线 短线的均线是在上面 因为其实我们贵买 没有创历史新高 我们的集中市场有 所以他 他的底下是连线都在底下 那形成 他感觉上好像是 哎呦 缓压很恐怖 但是如果就位置来讲 8月21号的低点是157.06 现在是165 今天的指数 OTC是收红的 对啊 对没跌 所以我们看一下OTC的分 再看K好不好 再看一下K 贵买 贵买今天 是集中市收黑的 贵买街是收红 管到红多少 对 好那看K 那看K 我把那个点 把它抓出来给你看 在这里在这里 这个位置是 8月21号的位置 你看这个离这个位置 还离这里还很远 那我们集中市场好像快进了 有没有 对了对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OTC现在依旧强过了集中 对现在是 然后OTC偏偏又是内资的菜 对 所以它的重要性大过了外资吗 对没错 所以我们内资以后 还是比较偏重要 对现在内资就这样 外资卖6000多亿 我们都能让指数创了历史新高 那谁把它买上去 好那清掉 我就要开始问了 如果内资 贵买内资还是比较重要 那么日后的贵买 它除非出现了 我说假设 如果一根红K棒 两根红K棒 快速的把三黑吃掉的话 我们集中就会跟着上来 对 是这样 有机会吗 有机会 OK OK 好好好 大盘终于知道了 我待会再帮大家整理一下 所以有机会 机会最大在哪里 我国外的时间是在想说 难不成把量币出来 是要靠它吗 不是靠第二吗 因为新的iPhone 5G手机 10月中传了 传 对对对 就要上市了 对 所以介绍大哥开始问 一 平概股有机会熬出头吗 二 平概股有办法引领大盘 只跌上工吗 您的答案 我的答案是 会的 然后有机会 所以都打勾喔 对都打勾 打勾 你为什么那么有信心 我给大家看一档股票 002938 是大陆最大的平概股 是我们台湾的子公司 所以是台湾的骄傲 所以没有关系 好 来看一下 这叫棚顶 棚顶是全世界最大的PCB厂 全世界 它是真顶的子公司 你看它股价 创了历史新高 我看一下UK好不好 看UK比较知道 它历史新高 真的呢 真的 所以代表着 代表着平概股 其实它没有订单 它怎么会创历史新高 对吧 而且它是全世界最大的PCB 股本很大 它不是股本很小的公司 它股本是全世界最大 它PCB比其盛 日本其盛还大 所以基本上我们看这样 就是春江水卵压先知 这样已经让你知道 有信心了吧 对 对 所以不是利讯带着平概股 是铜顶带着利讯 所以平概股 我们回到刚刚的引言 平概股 刚刚的金言大哥说 有机会熬出头 引领大盘往上 因为中国大陆的平概股 盆顶已经启动 就等同于台湾的平概股 也将启动 对 是这样推论 好 我们来看他的第一张资料 所以平概股 我等你 来开始 好 我们苹果已经在9月22号 出现了止跌反弹的走势 大家认为苹果应该跌破100块 才弹起来 他没有 他到103.1就弹了 来看苹果股价 每个人都想要100块 以下买苹果 门都没有 他就没有 他就到这里 就弹了 不会再破吗 从这样的走势上 如果从 如果他再破 美国股市的NASDA 就会跌了 对 就是这样 它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苹果 Apple 100不破 三位数字依旧站稳 那么苹果派就是启动 对 OK 这一次苹果要推的是5G手机 当然 5G手机 昨天的美国股市涨最强的 就像5G一样 Skywatch涨了4% 对 涨得比苹果还要多 好 所以第一个 苹果知道了 再来 来 它传 这是传嘛 因为大家还没确定 苹果怀表 iFORB12 这个也还没确定 因为它名字 但是它们的日期是10月12 我们是10月13 但是5G手机是确定的 那个高通都讲了嘛 对不对 高通有讲 那股价就有机会再占前高 如果它可以再挑战前高 我们的苹果股总要动的 我刚刚已经给大家看 说不是苹果自己涨 苹果的中国的苹果龙头也涨了嘛 然后目前台股量缺 缺什么 缺主流 缺成交量 没错 苹果股会不会有量 会啊 会啊 苹果股大家都认同 对 苹果股有量 所以这个时候 以前 跌很深的时候 叫一颗苹果救台湾 对不对 救台股 现在是一颗苹果 撑台股 所以下档修正支撑 也就是说我们要寻找 寻找营收会创高 你有没有想苹果股 9月营收会比8月好 会吧 10月会不会比9月好 应该会 对啊 应该会嘛 大家都知道会 所以 对啊 所以选股 先拉货 对 它的拉货本来进程就是这样 那假设平盖股强攻 将量增人气回笼 就吸引长线投资的买盘 那它10月营收会比9月好吗 大力光也这样讲啊 是不是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都会认同 也就是说保守型的投资人 我也可以认同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好意思 我现在又想到上一页了 也就是大盘 金人大哥的文字党那个 因为这个跟你刚刚的大盘的推论 有点点小兜不起来 您说应该是量激动 可是如果我假设 平盖股就像您刚刚说的 全面发动 量跟着滚出来的话 一一就可能成立 不会杀盘 但是突破横盘往上 对 是喔 是 好 那我懂了 所以大盘下跌有支撑 很有可能由刚刚的那一张 苹果派领军把量逼出来 然后盘突围往上再发动 是 好 太好了 那这个明白了 第二张来看概念股 概念股 我们就分之外资跟投信买的股票 不太一样 现在股票不太一样 那一个是真顶 真顶就是我们刚刚讲棚顶的妈妈 那我们现在的部分是外资买超 外资小买超 那月线以下可以买 这个股票可以用长线来看 因为它持有棚顶潜在利益 这是全世界都没有人注意的 420块 然后再来看创伪 创伪就是他这一次 全部都改成TAPC的接口 接口的部分 外资买超 然后第四季营收会挑战新高 拉回十日线以下 不要追高 十日线以下可以买 那再来是投信 其实投信的股票是比外资最近都比较强 那我们看郁金光 郁金光就是代表 因为大家对大力光比较贵 所以看郁金光 郁金光投信也买超 然后第四季的营收会占今年的高点 那再来的部分 这一次有发表新机的Apple Watch Apple Watch 它去年卖的超过瑞士一整个国家的手表 现在的智慧表卖最好就是苹果 实战率最大就是他 对对对对 那这个部分是做什么 做这一个这个感测 做这个现在的感测用的这个 这个LE感测元件 那感测元件的部分 它营收会越越增 因为这个部分有它的一个独特性 日雅化是它的最大的股东 好 感谢金人大哥 非常谢谢您了 操作建议就跟您做一点参考了 整理一下 今天金人大哥帮我负责大盘 还讲了这个苹果派的下一步 原来我们刚不是列了吗 台币强升 多多少少会对台股 带来一点点杀伤力 金人大哥也认同那三个隐忧 可是话说回来 不用太过害怕 因为第一点说明了 外资不可能大举会出 所以心就可以安了 而大盘呢 以它的研判 现在量是一大败笔 如果没有任何的激情的话 应该是凹洞量找到之后 才会往上突围 再不然就下杀取量 可是刚有一个淡数 如果苹果派真的把量给逼出来 很有可能我们下挡反而有支撑 突围往上再攻 那时候把量给逼出来 总之贵买 如果贵买拉出了两三根的红K棒 把前面的黑K都吃掉的话 贵买会回头带集中再往上 这是大盘 讲到了苹果派来请看 原来中国大陆的苹果派 最大的棚顶已经发威了 因此台股就跟着巴 这是它的论点 相关的概念股与您就要分享了 以上结论 金人大哥正确了 是的 好 感谢您 赶快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下一个大主题 每次临终来的时候 我就会挖东西出来 跟您做分享 但这个我没有听过 他说三日高低差 找这个三天的高低差是要干嘛 他说像大盘不是本来这样这样这样 后来做完黑黑黑吗 如果三日高低差会抓的话 这个高档往下掉的那个moment 那个瞬间 高档变盘往下 您就可以提早抓得到 而且在选择权的买方 买买权买卖权 听说更精准抓进出点